今天是大學指考的第二天 社會組的考生登場了 大部分的學生都認為 國文和英文都不算太簡單 而數以的題目很靈活 其中作文題目是 我可以終身奉行的一個字 如果是你想到的是哪個字呢 大學指考進入第二天 全台考生全部上場 今年國文科的作文題目 是要學生寫出 自己可以終身奉行的一個字 情嘛 情 勞勞的情 我寫情 我寫情 就是情分的情 學生不約兒童都寫勤勞的情 也有人寫誠信的誠 雖然每個人想的都不一樣 但大部分的學生 都覺得很好發揮 就是抓緊中心思想 然後繼續層層闡述 其實我覺得還滿容易的 而在英文的部分 則是要學生寫出 平常最常從事的運動 題目也不難發揮 也滿好發揮的 我寫的是游泳 就是比較生活化 比較好發揮的 雖然作文題目都算好寫 但學生卻覺得 國文和英文的考題都比較難 尤其是國文的文言文 讓他們很頭大 那個成像的那個 鬼才看得懂 超難 有一篇文言文 然後要你就是了解它意思 然後可是看不太懂 大學只考只剩最後一天 接下來考的是歷史地理 和公民與社會 再考一天 學生們就可以開心的放暑假 李恆宜 李文浩 宋文倩 台北報導 寶可疑